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韩国一位网友上传了 的确会让苦君友难忘的当年的许席源的贴文 并上传了很多当年苦君友带大小S在韩国当导游 以及克伦出演娱乐百分百节目的动托 而收到了非常多网友们的关注 我们马上来看看 最后,这位网友也留言 有谁能忘记用孩子一样的脸说 我要跟欧巴结婚的人呢?长得很青春 但是笑起来的时候很像baby 如果我是男生也会 经过的话,好像会有肥皱香味的感觉 太漂亮了 真的有高中时期成见的感觉 疯了,两个人也太相配了吧 疯狂猛男跟纯真妖精 最近这对情侣的故事也太有趣了 在最好的年龄半强迫的分手了 所以现在爱情才会更热烈吧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以前有一次因为克伦的经纪人 退掉娱乐百分百的通告 大小S在节目中提起了这件事 小S唱了克伦的经纪人金毛 大S也流泪的事情呢? 当时的韩国演艺圈 大部分公司的经纪人跟艺人的关系 说难听一点根本就是主仆关系 看金中古之前的例子就能知道了 而克伦当时的经纪人金江湾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2018年有发生过 一个叫做The Eastlight的男团 被经纪人制作人欧达罵的事件 这家公司的老板就是金江湾 才在前两年前也发生过这种事情 那20多年前呢? 对了,这个事件 韩国法院在2020年 判了金江湾等人 赔偿7000万韩币给成员 总之再次恭喜巨哥徐杰两个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让子鱼感动得姐姐们的真心 3月22号 TWIS在YouTube官方频道 公开了TWIS The Date系列影片 这个系列是TWIS两位成员们 出门约会聊天 说出真心话的内容 而第一集公开了 大姐哪样跟猛年子鱼的约会 这个影片感动了全世界的粉丝们 所以就整理了一下 看完这段影片后 让我非常受到感触的地方 我真的很喜欢现在的我们 让别人会感到羡慕的那种程度 然后我非常喜欢子鱼你来找我谈戏 真的很喜欢 有点欣慰 总之就是很喜欢 很庆幸你在我们队里 真的很多次都会因为你感到骄傲 突然有点肉麻了 刚出道的时候 很多人都因为你更加关注了我们 进而有机会认识了其他成员们 你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真的很谢谢你 我是真心的 成员们有时候会说 你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出道了 而且从出道前年纪很小的时候开始就离开家生活 因为感到很心疼 所以很想照顾你 然而有些成员们到现在也会觉得你还是个孩子 对你感到担心 尤其是乔女 在不久之前我也这么认为 但是跟你聊过很多之后 感觉你成长了很多 现在就不怎么担心了 我偶尔会这样想 这样整天跟成员们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都在一起 我有着非常了解我的朋友们 一般很难会有这种朋友 我也是感觉到 跟成员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最像我自己 会出现我最开朗的一面 子鱼平常很少表达自己的感受 说这些话对子鱼来说 应该是很大的努力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每当到了合约到期时期 只要一发生一点事情 就会有成员们关系不好 这是不虚约的暗示 成员们应该是这么想 出现非常多分析家 预言家 心理学家等人 尤其是这几天 看到了海外推特上 有造谣子鱼负面消息 希望在看到这个影片后 能感到丢脸 成员们私底下 应该也都会聊各种烦恼 但是要向对方说一些谢谢等感谢的话 越是亲近的关系 越说不出口 这次看到透过节目说出彼此的心里话 一起尴尬害羞快乐的样子 让我都感到好幸福 这影片登上了我的最爱影片 很疗愈 让全身都能舒压 TWICE真的是我的人生女团 现在公司内 也有很多杰出的后备团体出道了 但是TWICE对我来说 依然是有着与众不同的感觉 22年合约到期时期要来临了 希望能续约 我还想要5年10年的继续看到你们 对于哪样子鱼的这段影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 最后顺便来说一下 米娜 生日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